这是优雅的贾静雯 但私下的她是 以前她只要叫我贾静雯 我就给她一巴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她很没有礼貌 她是我的弟弟 怎么可以联名待姓的叫我 贾静雯自着黑历史 暴力暴肥海霸凌 她就是也是很坏啊 就一直叫我贾静雯 就联名待姓叫啊 而且她都是故意会整我 我很乖 我很乖好吗 不好意思 今天不是你喂私利的唱字 是贾静雯的 谁像你姐姐小时候如此疯狂 巷弄间到处跑 很像一个野丫头 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厨房工作 所以都没有时间太管我们 所以贾家的小孩都很出名的 整条街都很知道 我们家天津卫的小孩 有多么的活泼 但小六岁的弟弟魏斯利 却被姐姐视为驮油瓶 在小时候我超级讨厌她 因为我不管去哪里要做什么 都是她要跟着 会走她吗 会啊 比较想打我了 以前我们玩伴家旧 都是她就一定要加入啊 然后我们就只好 对太小了只好叫她 给她一个角色 她超高兴的可以加入我们 然后说我们这次演的是 公主跟王子结婚 然后你在门口当士兵 把她困在门口 从头到尾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技嘉装 我现在想的印象极为深刻 她很爱整我 其实她是好心 想要在我生日的时候 喷那个以前的彩带 可是那个彩带好像是我记得是要先咬 她没有咬 她就说姐姐生日快乐 她直接往我脸上喷 我全脸都是蓝色 全身被喷的都是染料的颜色 然后那天我爸就把她兜一通 可是最让卫斯里有阴影的莫过于姐姐外星造金 我刚刚是华钢 但是我才念一下下午就到了北京了 然后到了电影学院 就觉得自己好开心 所以我每天都吃得好 睡得好 然后一下子就胖了快20公斤 快60吧 我刚从北京回台湾下飞机 然后她跟着我爸去机场接我 她从头到尾 不敢认我 不跟我讲话 因为我那时候 北京枪超级重 然后又胖 长得跟她的印象中姐姐完全不一样 她气哭了耶 她跟我妈哭 所以那不是我姐姐她是谁 然后就很生气 娱乐动新闻 贵族胖胖照 我把所有的照片都销毁了 报导